都给我让开 今天谁拦着 我枪毙谁 雷公爷发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四野出身的官兵 对这一点恐怕再清楚不过了 1953年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回到了自离家闹革命以来 扩别了二十多年的家乡 当地的老百姓听说刘亚楼回来了 甚至还特意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列队欢迎 一时间可谓是军民雨水一家庆 可就在这其乐融融的氛围之下 一位衣衫蓝绿的妇女 疯疯癫癫地跑了出来 跪在刘亚楼的面前哀声道 刘司令 你可要给我的丈夫做主呀 等到刘亚楼问清事情的原委后 整张脸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随行的警卫员看到这一幕 不禁有些胆战 上一次看到刘亚楼这样的表情 还是在聊审战役 那么这个找刘亚楼做主的女人是谁 刘亚楼又是为了什么而发怒呢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刘亚楼没有想到 他这次回乡 还顺手解决了一桩沉渊已久的旧事 解放战争时 赫赫有名的雷公爷 再度出山大发雷霆 竟然是在自己的回乡路上 有这样一位开国上将 朱老总赞 他是军人标杆周总理 夸他是千军易德 一将难求毛主席说他雷厉风行 战功卓著这个人 就是林彪元帅口中一个人 能顶三个参谋长的刘亚楼将军 1953年 还在忙于大力发展新中国空军队伍的刘亚楼 收到一份远自福建老家而来的家书 这是他弟弟刘亚东的手笔 说有一件急事 希望刘亚楼能尽快回来 自打刘亚楼参加革命以来 弟弟刘亚东 从来没有和他这么描述过一件事情 整整24年为旅故土 刘亚楼也觉得 是时候回去看一看了 此时空军的训练事宜 和空军院校的各项事务 基本也都走上正轨 弟弟刘亚东信中的话语 看起来又有些急切 自己就正好抽个空回去探探亲 刚从吉普车上下来 刘亚楼就受到了 五平县乡亲们的热烈欢迎 当地人听说 刘司令过几天要回来了 不说是家家张灯结彩 那也是锣鼓喧天 鞭炮齐名 弄得刘亚楼还有点不太适应 就连他的警卫员都忍不住说道 首长 你们这里的老乡 还怪热情的呢 不多时 五平县当地的领导干部也来了 虽然刘亚楼此番回乡 是为了探亲 可也难保不是微服私访 再加上眼前可是正经的开国将帅 又在中央工作 自然免不了要巴结一下 正当五平县的干部 边走边和刘亚楼 汇报这些年的发展状况时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位衣衫褣的女人 突然从人群中挤出 跪在了刘亚楼的面前 刘司令 你可要给我的丈夫做主呀 女人声泪俱下 哀痛之声令人动容 刘亚楼示意警卫员后退 自己上前把她扶了起来 问道 大姐 别着急 你先起来 你的丈夫是谁 发生什么事了 听到刘亚楼问话 女人眼里才重新有了光亮 她收敛了一些情绪回答道 刘司令 我的丈夫叫张迪欣 求您为她申愿啊 当这个名字时隔多年 再度被喊出 对刘亚楼的内心触动是很大的 张迪欣是她的入党介绍人 1931年的时候 在宿舍党事件中被诬陷为反革命分子而被错杀 她的遗孀也遭受牵连 这些年 张迪欣的妻子一直坚信 丈夫的所作所为是清白的 一直在等人给她沉冤昭雪 可见过后 当地政府不但没有给予相应的平反 面对其妻子的多次上门还很不耐烦 就这样 这个可怜的女人坚持了二十多年 直到这一天 刘亚楼的到来 刘司令 您别理她 她就是个疯婆子 五平线的干部 眼见事情不妙 就想要赶紧支持下属 把这个女人拉开 但刘亚楼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就立刻不敢动了 都给我让开 今天谁拦着 我枪毙谁 一旁随行的几名警卫员 看到刘亚楼这样 仿佛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有些兴兴低声交流道 惹谁不好 非要惹咱们这位雷公爷 张迪欣这三个字 让刘亚楼想到了很多很多 有青年时期的憧憬 也有利有不歹的遗憾 但现在眼前更多的 则是按捺不住的滔天愤怒 刘亚楼一发火 现场的所有人都不敢动了 几个五平线的干部 低着头进入寒蝉 根本不敢和刘亚楼对视 这时 刘亚楼的弟弟刘亚东 终于现身 哥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重要事情 刘亚楼叹了一口气 是我来晚了 只见他握住张迪欣妻子的手说 大姐 你放心 张迪欣同志的事情 我一定给你办好 张迪欣的妻子也很感动 刘亚楼的这句话 仿佛给他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尽管他等这颗定心丸 已经等了太久太久了 几乎耗费了他人生 最好的一段时光 在刘亚楼的记忆里 张迪欣是一个聪明 勤奋 对待同志十分友善的人 五北地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小兰革命委员会 也是他一手创建的 张迪欣之大刘亚楼一岁 却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也是他的革命引路人 当时他们从无到有 打败了当地的民团之后 由张迪欣作为区委书记 在小兰的发文书室 创办一所专门面向工农的夜校 在这里 张迪欣自编教材 并开设基础的军事训练课 用以培训工农骨干 扩大我党的有生力量 以及提升我党的现有人员素质 为闽西地区的革命根据地 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亚楼也在这一时期 沾了他的光 张迪欣也认为 这个小他一岁的小伙子 很有潜力 在他身上下了不少功夫 但宿舍党事件来得太过突然 李立三的错误 左倾路线与冒险主义 导致后来党内一大批人都被错杀 张迪欣也是其中之一 有亲历过那段时间的人回忆到 那个时候 几乎天天都在杀人 随便抓一个就说是什么AB团 该组派 到最后 谁也不知道周围的同志 到底是什么成分 宿舍党事件 虽然只维持了三个月 但是在这期间 有6000余人被杀害 是我党历史上 一次严重的发展停滞 最后在刘亚楼的亲自敦促下 张迪欣烈士的事情 很快就得到了平反 被国家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他的妻子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以烈士遗孀的身份 度过了余生 这次事件过后 刘亚楼也算是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愿 回到北京继续主持空军方面的各项工作 继续为建设世界一流的空军队伍 而不断努力 1955年授贤仪式上 为了表彰刘亚楼 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设空军时期 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后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员 可惜的是 当初领导东北野战军 历经解放战争的林罗刘全都不算长寿 罗荣桓元帅在1963年12月16日就病逝了 是毛主席留下了军金不幸黎人士 国有疑难可问谁的调研名句 而刘亚楼上将则是在两年之后 也就是1965年5月7日病逝于上海 此时他只有55岁 这位在林彪元帅眼中 一个人能顶三个参谋长的刘亚楼将军 终于还是过早地离开了人士 没能看到中国空军扬眉吐气的新时代 死不怕 苦不怕 就怕刘司令来训话这是建国初期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内部流传的一种说法 这个在战士们眼中十分可怕的刘司令 就是刘亚楼 刘亚楼原名刘兴昌 他的母亲在生下他的第二天就过世了 生父刘可芳 觉得自己一个人无法抚养这个孩子 就将他过季给了自己的同行好友刘德香 并改名刘振东 刘振东在九岁那年就表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 这让刘德香大为震惊 后来刘德香的家里也困难 但他宁愿让自己的亲生孩子不上学 也要供刘振东读书 1926年 16岁的刘振东考进了长厅省力第七中学 但此时家里实在是没有前功他继续念了 刘振东只能辍学回家 当起了一名小学老师 当时刘亚楼任教的小学 叫做崇德小学 校长刘克摩是一个进步人士 刘亚楼也从这里开始接受进步思想 逐渐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1929年8月 刘振东在张迪欣和李光介绍下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就更名为刘亚楼 表示要永远跟党走 一起干革命 更上一层楼的意思 1930年开始 刘亚楼历任各连 迎团政委 参与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 在这一过程中 刘亚楼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对官兵进行了多次有关群众纪律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时 刘亚楼在途中与师长陈光 共同率部担任前卫 多次承担了重要战斗任务 在突破四道封锁线 强度乌江 四度赤水 飞夺卢定桥等战斗中都有他的身影 长征后刘亚楼进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1938年开始协助林彪 刘伯成 罗瑞精等人组织教育教学工作 次年被党组织安排 进入苏联佛龙之军事学院学习 以惊人的毅力和学习能力 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就攻克了俄语难关 1942年 刘亚楼从佛龙之军事学院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进入苏联红军实习 并被授予了少校军衔 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 1945年 刘亚楼随苏联红军进入东北 归国四年二月后 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他在任期间将工作重点放在了 加强司令部机关的基本建设上 还举办了参谋训练队 以翻译红军参谋业务条令的方式 培养且提高了一大批参谋人员的业务能力 同时 刘亚楼还将测绘与绘制军用地图的能力 列为了首要重点 林彪对这一点表现出了极大的赞赏 在此期间 刘亚楼还指挥了三下江南 四宝临江战役 以及1947年东北下秋 冬季公式作战 1948年就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是当时东北野战军方面 三位临战指挥官临络流中的一员 虽然按照职务来说 东北野战军的三号人物应该是谭政 但刘亚楼在绝机两阵 统筹军令方面的贡献 的确十分巨大 姚沈战役胜利后 东北野战军接到中央军委命令 秘密入关 务必要抢在副作义南下之前 将他围困在北平 并且与聂荣真合流 发起平津战役 刘亚楼出任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 战前 刘亚楼通过主动侦查 和卧底情报等多种途径 拿到了天津首将陈长杰的布防图 在与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 聂荣真 罗荣桓的会议中 提出了东西对打 蓝腰斩断 先南后北 各个击破的十六字作战方针 获得了这三位老总的一致赞赏 会上 林彪传达了中央县令三天 攻下天津的命令 但刘亚楼却信心满满地说自己 只需要三十个小时 还立下了军令状 果不其然 刘亚楼仅用二十九个小时 就拿下了天津城 活捉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 除此之外 刘亚楼还是个标准的倔脾气 他在东北野战军期间 林彪和罗荣桓都被他顶撞过 建国后还顶撞过毛主席 当时中苏关系破裂 中央下令让个兵种俄语翻译转行 可刘亚楼偏偏不准空军部门的翻译转行 没有空军党委的批准 一个人也不准走 毛主席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特意去找刘亚楼谈话 你这是不支持中央的意见 没想到刘亚楼也不甘示弱 严正反驳道 我这是坚持科学 翻译人员坚决不能离开 这件事情过后 毛主席几个月都没有再找过刘亚楼 也没有过问空军的任何事物 最后他才无可奈何地说到 空军还是给刘亚楼说了算吧 看完这段有关1953年 刘亚楼回乡探亲 半路被丰富拦住的往事 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